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牛奶的味道 似乎的比较香变 比一般的牛奶要香变的比较 因为它是用水牛奶做的 我点的这一份是椰汁姜状奶 姜状奶就是比较浓浓的姜热 感觉有点盖过它的椰汁的味道 热热了 该吃完饭了 煎香芒炒 等等 一直是很累的 其实我们下午还去喝了个咖啡 在酒店楼下研究我们的阳台 然后溜了一下消消食又去喝了一杯咖啡 然后去吃了一顿 一地道道顺德菜 先向往炒牛肉粒 捞起鱼皮拌海蛇 清蒸鲜嫩多宝鱼 果木脆皮烧大鹅 昨天吃过的赖尿虾 假装健康炒食蔬 这道鱼皮单独吃是鱼皮味 但如果你把所有食材都拌在一起 然后大口吃下去 你会发现除了鱼皮味 还有黄瓜味木耳味 烧鹅用果木烧制皮脆油厚 味道一个大惊艳 芒果辣椒炒牛肉 让牛肉多汁鲜嫩 且充满了水果的香甜 一向挑起的鸭鸭水了 都说这简直不要太简直啊 吃饱了 消食的时候 我们开始复盘今天的完美网餐 让我选 我肯定选烧鹅呀 是不是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烧鹅 就是很特别 用上海话来讲就是special 上海风平被害 晚饭了后开始夜长时间 顺德特产 阿爆柠檬茶 第一次喝到这个阿爆柠檬茶 还是在第一次来顺德的 当时可惊艳啊 喝了一口之后 我觉得哇塞 从来没喝过那么好的茶 一觉醒来我们还在顺德 准备去吃早午餐 鉴于昨天吃的太硬盒 所以我们今天少吃点整个锅子 俗话说到了顺德不吃牛肉 相当于你还顺德没吃牛肉 所以我们点了牛肉 在炉水中的涮煮 却给鲜嫩的牛肉带来一些独特的滋味 为了保证牛肉鲜嫩的爽口感 也只需要十秒钟 十九八七 我仿佛是个傻 当然也少不了大片薄嫩的牛舌 以及不知道干不干净的酒转大鹅厂 今天下午找到一个叫做找记传承的店 来吃一个甜品 做下午茶 为什么选这家店呢 是因为这家店的姜壮奶 是现场壮奶 姜汁现场冲进水牛奶 仪式感的倒计时 让焦急吃到美味甜品的我 看着更加的焦急 三分钟后 如同豆腐脑一般的姜壮奶 伴随着浓郁鲜辣的气息 开始冲击我的味蕾 我这个表情应该是被辣到 下午茶结束 我们就来排队吃晚餐 我们选择亚洲第一包 四十八元的君安珍珠 四十八元的陈尊骨老肉 三十八元的无油鱼汤进食菜 四十八元的大凉煎鱼饼 以及一百六十八元的凤城四杯鸡 和五十八元的鲜肉生菜包 说好的汤呢 当然包我们买不起 因为太贵了 一个包都要好几百块钱 这个鱼饼做的非常好吃 符合我的口味 好吃 主要是别人帮我包的 我觉得就很好吃 让我们来尝一尝四五杯鸡 和三杯鸡我们的区别 三杯鸡通常是黏糊糊的 但四杯鸡的鸡肉就嫩很多 然后入口之后很有嚼劲 顺德吃的也就差不多了 所谓说的好吃的差不多 就该回去上班赚钱了 下一期我们将去一个几千公里外的网红热门地点 暂时保密 欢迎大家一见三连 拜拜